所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副主席埃尔坑土尼亚兹 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1次会议讲话 对数百万维吾尔人拘押在里面的中国集中营进行辩护 他说依法设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 赠予挽救那些受宗教极端思想感染 有轻微违法犯罪行为的人员 避免其成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牺牲品 最大限度保障公民基本人权免遭侵害 东都决斯坦新闻中心主任卡拉卡沈否认了埃尔科的言论 并警告国际社会免受中国欺骗 我问所谓的副主席 为什么数百万维吾尔人被拘留在这些集中营中 为什么他们的器官被盗取 维吾尔族女孩在这些营地受到虐待 呈现上完的孩子成了孤儿 这是你提到的教育吗 在东都决斯坦文艺界精英继续受到中国当局的非法拒禁 据次有亚洲电台报道 著名的维吾尔年轻歌手扎尔尔沙盒被逮捕 拘留在阿图省市附近的一个集中营 他在2015年的一次表演中深受人民的喜爱 J20峰会将在本月28和29日在日本大阪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写进平江会出席 共同社日前报道 前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 瑞比亚卡德尔获准在峰会举行期间入境日本 消息人士相干媒体透露 卡德尔在日本期间计划抗议中国政府侵犯人权的行为 另一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则表示 中国国家安全部高级官员去年年底 曾经向日本首相办公室要求 要恰当地处理卡德尔入境的问题 但日本当局认为 卡德尔曾获发签证 没有理由不允许他继续入境 中国外交部长助理张俊表示 中国不允许在20国集团峰会 谈应松中法案引起的争论 他说 我们愿再次强调 香港是中国的特别行政区 香港事务纯属中国内政 无论在任何场合 用任何形式 我们都不允许任何国家 任何个体干涉中国内政 俄罗斯工业和贸易部长曼图洛夫表示 俄罗斯下一代地堆空远程导弹系统S500 FIRMETI已完成大部分实验 并准备投入批量生产 曼图洛夫在一次采访中告诉俄罗斯媒体 系统的每个元素都经过单独测试后 系统的开发处于最后阶段 目前的工作重点是检查S500 作为一个集成系统的性能 防空系统的所有主要规格 已在测试期间得到确认 现已准备好进行批量生产 他说 并补充说硬件将如期交付给国防部 词&字幕cyulla